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右下角是QR Code 可以直接连到今天我讲的题目里面的范例 大家好,我是邵志 我是来自新竹这边 今天主要是讲queer这个library 我会选这个题目 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们开发程式 其实很大的程度会需要跟资料库整合 所以我今天选这个题目 比较是除了web开发之外 其实资料库应该是一个很大的重点 所以这是我今天选的原因 好,那这个是SKYR Taiwan的相关的连结 大家如果欢迎大家加入 那上面那个channel是我们平常在上面讨论的地方 好,接下来 第一页这个就是我今天的那个 的那个sample code里面会用到这个 不好意思 我今天的sample code里面其实主要就是用 主要是用PostgreSQL的那个 的范例 它的table大概主要就是有这三个table 让大家知道一下 今天主要我们会用来做示范的table大概长这个样子 好,那我用几张头影片很快地去demo一下 queer它大概长什么样子 首先它是它最大一个特点就是 是complete time的query的generation 首先来看一下这一段非常简单的code 其实这个code其实就是我们要查询 我们要查询City的这个table 然后使用filter去捞出我们要的资料 最后转换出我们要查询的这三个栏位 这个是一个很标准的那个用queer queer API写出来的东西 那经过 经过API它呼叫一个quart这个指令之后呢 在queer里面我们称为 我们称为一个quotation 好,那 那queer会针对这一个quotation 它会经过 它在complete time的时候 它会处理成 它最后在complete出来的时候 它会跟你讲说 这一个quotation它最后complete出来的 complete出来的西国语法长这个样子 对,好 这是它一个最大的特点 那中间在complete time的过程中 其实它会透过Skala的机制 然后产生一个queer的AST 然后再透过AST 最后就会build出我们要的西国指令 它的内部的概念大概是这样子 好,那它一个重点就是它要帮助 它是透过Skala的cast class的定义 然后呢,经过转换成对应到table 像这个City是class name 会直接对应到table name 那这个是它里面 这个City里面的所有的相关的参数 会直接对应到这边的栏位 好,那重点来的就是 那中间是怎么样转换的 所以这个时候通常它会 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命名的一些转换的规则 像以这个规则来讲 它是完全是全部转成小写 所以我们就只要给了这个参数 它就会做自动的对应 它的对应方式是这样子 在这种情况之下 其实我们几乎我们不太需要做很复杂的 在Coding里面写一些其他的转换方面的设定 OK 好,那它提供了几种这些转换的方式 好 好,那简单提一下 我在投影片这边我有一个Gear图案 其实就是点了上面的连结 会直接连接到跟这段投影片相关的Code 以后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好 那它另外一个特点 它还支援在Compact Time的时候 针对你的Query的语法做Code验证 所以说它这个含义就是说 它在Compact Time的时候 它会真的连到 它会真的连到资料库去确认 你的这一段Code是不是可以Work 那假如不能Work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譬如说像这个 它这个栏位没有存在这样子 好 好,接下来给大家看一个比较完整的范例 它的Code通常 通常我们在写这个Code的时候 会需要把Queer的相关的那个 相关的Library全部 全部import进来 接着宣告我们需要宣告的Case Class 好的之后 首先我们第一步就是要Create一个Contest 那在这个范例里面 我们这边是用的Code Mirror Contest 那这个是我们开发的时候用的 这个Code Mirror Contest 其实它的作用是帮助我们产生对应的 对应的Code指令 但是可以不用真的开资料库 所以这个是用在开发的时候 或者是你想要做一个简单的Demo的时候 其实是很方便的 接下来就是我们在把这个Contest的里面的所有东西import进来 这个简单有点像是我们在写那个Spark的时候的方式有点像 好 那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 这个import其实是最关键的 因为下面的所有的相关的API 都是要靠上面这个import进来 下面才可以用 所以这一段是大家刚刚看到的 好 那我们再把这一段的写法 再用Quote包起来 建立一个queer的quotation 好 最后我们再去 用Contest里面的run这个方法 去run这个quotation 好 这样子的程式嘛 在comply time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会产生出它相对应的这一段 希果指令 所以 所以整整段call的重点 其实就是 就是 就是 comply time的时候 在这一段会转换成 queer的ast 那在这边 在comply time的时候 会产生 它里面的希果Statement 好 所以 这一段call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 好 我们接下来可以再 再看这边 好 这边网路可能有点慢 好 这个tool就是在 是一个 线上的 线上的scala的tool 对 所以就算你没有装任何的tool 你只要 连到这个画面上面 你敲自己的 需要的指令 它就可以帮你去做 好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其实 我最后 我有把它print出来 print出来 这段call 就是把它的希果指令 把它print出来了 好 好 接下来就是刚刚有说到 我们在quotation 在comply time的时候 会展成一个LST 那它只是让它 这边让大家看一下 它展开出来的 大概会长这个样子 等于说我们在程式码写的部分 在combine time其实是 会差异非常的大 好 那它再一个 就是它 目前资源的 资料库 library 或者是database 大概是这些 那 大部分有用 大部分比较常见的 应该都有了 好 当然 因为是用在 因为 在scala这一块 其实还蛮强调 有关于 有关 non-blocking的部分 对 所以它也整合了非常多 的library 来做到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 JDBC 其实是 是会 是会 blocking的 对 JDBC的查语 是会blocking的 所以 它为了要整合这一块的时候 它整合下面这一些的 不同的 第三方的library 去做到 有关 non-blocking的时候的需要 好 接下来就是一些 有关quiere方面的限制 说是限制 我个人是觉得也还好 第一个就是 它只能用在一个资料库上面 就像我们下西口一样 你的同一个时间 你只能下在一个资料库上面 第二个就是 它的quotation的 傳回的type 它只能是一个 平的 平的那种type 对 也就是说是 你不能是有一个 槽 不能是槽狀型的那种type 对 就像刚刚的那个 就像刚刚的这个 case class 这个其实它里面都是 比较 简单的形态 最后就是 因为它要做转换 所以就是 它只有支援 它有支援的API 它才可以帮你转换 它没有支援的时候 如果 如果这些 如果我们要做的功能 或我们要下的西口 它没有支援的话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想办法自己处理 那这个等一下 等一下我也会讲到 好 好 接下来来讲一下 quill一些 一些比较基本的部分 好 那首先第一个就是 西郭context 这一个部分 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 它是 我们在建立 quotation之前 一定要建立的东西 因为它里面管理了 我们要 我们跟资料库 资料库的connection 好 那在quill里面 它可以使用 我们可以使用 config的file 去读取我们 我们相关 context connection 的设定档 那这边因为 quill其實是使用 type-save type-save config 这个library 那 所以 根据它里面的一些设定 default的情况之下 我们只要用 这两个档案 其中一个 在 同样的名称 就是这样设定了 之后呢 quill 就像这一行的那个范例 我们就只要下这个cds 就可以把 它就帮我们把这所有仓库 都读进来 并且帮我们把connection pool也建立起来 然后整个context都出来了 对 所以这是最简单的 当然如果你要自己写code去建立 也可以啊 但是我写过实在是很痛苦 好 再来一个就是 刚刚刚有提到 它就有一个自动化对应的方式 那万一 万一有一些特殊的情况之下 没有办法对应 我们还是要写一些code 去设定的时候 它提供了query schema的这个API 去帮我们制定 制定 对应的关系 比如说 以这个case class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就发现 这个country code 好 那我们继续 那这边其实这个case class 主要就是这个ct name 跟country code 没办法对应 所以在这边我们就可以写 用query schema 这一个API 去 然后去做对应的动作 这个第一个参数 其实就是对应到 对应的那个table name 第二个参数跟第三个 从第二个参数开始 其实就是欄位的对应 大概就这样子写就可以了 好 所以 这个 一样会产生 产生一个quotation之后呢 就可以 接着去呼叫它相关的API 好 那这边是 这边基本上就是 大部分 常用的 query提供的API filter flame map 或者是 s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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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下面有那种 如果你要做最大值 最小值之类的 或者是 union的 大部分都有 给大家参考 好 再一个重点就是 biting value 这一段 刚刚写的simple code 其实是 我们是把参数直接 hard code在里面的 但是我们 非常多的时候 其实是要把外面 从外面把参数带进来 这个时候 因为在quotation 它原来的设计里面 它是没有办法去直接 用到外面的值 就像这样的code 我们宣告一个方法 然后想要把参数 带到这边来的话 这一段code 其实在compile的时候 其实是 它会有一个错误 好 那这个 这个部分 quotation 它提供了两个方法 帮我们解决 一个就是 它提供 lift的方法 这个方法就是 里面只要把你 那个参数 直接传进去 单一值的时候 就可以用 那如果是 你要传的是一个正列的话 就可以用lift query 这个方法 好 就像这样子 刚刚那个范例 就是 前面只要加上lift 就可以了 好 那它 complete 出来的结果 它会 会带一个问号 好 那下面这个就是 如果你是要 传一个 sequence 这个其实就是 大家可以把它想说 是那个正列 好 好 这个时候就是 把它用lift query 把它包起来 它 complete 出来的结果 就会变成这样子 它会用硬的方式去带 好 接下来就进入 大家会关心 可能比较关心 的join的部分 最部分 分成三大类 queue的写法 分成这三大类 那 通常在 两个table之间的join的话 可能 用第一种写法 会比较 比较容易懂 但是 当你join table 比较多的时候 我个人是会觉得 下面的写法就会比较容易懂 好 好 接下来有个 这边给大家看翻译 第一个就叫 applicative的join 它其实就是 直接呼叫API的方法 用join的 这边就有个join 当然这个方法 除了join之外 它也有 right join left join 的方法 不同方法 接下来 后面我们跟着on 就可以了 它翻译出来的 就会长这样子 inner join 什么什么 这样子 好 这个就叫做 applicative的join 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就是 implicit join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 在scala里面最常写的写法 就是用 就是用这个叫做 full comprehension的写法 full 前面关键是用full 后面是一个year 中间的话就是 有不同的查询 像这个写法其实就是join的三个table 三个table 那它的join方式就是后面跟着if的方式去写 其实它背后它就会翻译成这样子 那这边因为没有很明确的去呼叫说是哪一个join的方法 所以才会被称为implicit join 那下一个就是 不一样的就是叫fled join 它就是有很明确的呼叫你要哪一种join 所以这边是呼叫left join 所以它翻译出来的结果就会left join这样子 好 那join大概就这样子 好 那接下来 我会用比较多的范例去带一些观念的东西 那我会用刚刚那个范例的table 从这简单开始查询某个国家 第二个就是某个国家城市 就开始会join 第三个就是查询亚洲式小龙 好 第一个就是查询单一国家的时候 刚刚就讲到这边就是用high code直接把参数带进去 这个我们刚刚看过了 好 接下来要看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 第二个就是讲要这个查询 既然是查询某个国家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可能是一个方法 我们要把country code带进去 好 我们就可以查询到不同的国家 所以这个写法我们就用 我们在quotation的部分 我们其实就是宣告一个 宣告一个 宣告一个scala的function 其实这个就是要传进来的 传进来的 传进来的 参数 然后呢再把参数带进来 好 参数带进来 这样子的话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带有 带有那个scala方法的quotation 好 接下来我们在 这边就可以呼叫这个方法 把参数带进来 把参数带进来 好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 我们在 从这边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quotation之间是可以有一个 潮状关系的 其实就可以这样串下去 它可以这样串下去 所以你可以包装出很复杂的东西在里面 好 接下来这个 刚刚只是带单一的直进来 接下来这个 我们接下来就想说 我既然是filter的话 那我应该要 可以让客制化的方式 自己定义我那个filter里面的function 所以这边的写法就是 Skyla的写法就是 我定义 我定义 我定义一个function 然后从外面传进来 好 所以这个时候 我这边query country的部分 就可以 从外面带一个 带一个function进来 OK 好 那 最后一个就是 结合刚刚的整个范例 就是 所以我可以利用 同样的 同样刚刚上面定义好的query country 那我就可以查 不同的国家 那因为这个参数是从 外面带进来的 所以我这边加上 加上lift 那我这边的范例是查询 两个 两个国家 那我最后再用 刚刚刚 刚刚有说到 这个加加 其实就是那个 就是做那个 做那个 Union All 的指令 对 它最后的时候 就会跑成这个样子 我给 让一次给大家看 不好意思 我的 资料库没有 资料库没有开 资料库没有开 因为这个有做过 排版的 所以 可以看一下 它长得这个样子 它中间 前面其实就是有 两段的查询结果 做了这个 Union All 好 好 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好 接下来是查询 跟某个国家城市 好 这边就开始会 用到 Join Join的部分 这个刚刚 这就是 两个不同table的Join 套用刚刚的范例 我想要把这一个 当作一个 参数从外面传进来 所以我这边就可以写 写成这样子 一个query查询的结果 当作外部的参数传进来 之后呢 再跟另外一个table做Join 所以我这个地方 我就可以 在另外一个地方先写好 我要查询的是 哪个国家 查好之后再 哪个国家 查好之后再跟下面的 这一个query 做Join的动作 好 再来就是 好 那 接下来 这个就是 最后的 最后的部分 这边就是一个 有一个query country的city 这是Join的 这是query country 那最后把这两个组合起来 组合起来 那我这边就可以 把query country city 再带入另外一个 上面定义好的 上面查询出来的台湾 把台湾带进来 查询出台湾的所有的 城市这样子 好 好 最后套用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说 如果说 我们想要做的 接下来的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在开发专案 那个 不同的查询需求是常常会变的 所以如果说 从方形的概念 我们可以把一些 比较固定不会变的部分 其实先把它做成方形的话 其实之后你查询的一些变化 其实就不会影响到 城市太多的层面 所以 这个就是一个范例 就是说 今天我 我刚开始可能只是要查询单一国家 接着我又查询到特定的国家 但是 这些参数都可能 都是因为不一样的需求 不一样的需求 发那个 需要的 所以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 这样子的组合的方式 去做到我们想要做的 可是 可是这个时候 大家会想说 刚刚组出来的 query其实非常的不好看 那如果以这个 如果以这个翻译来讲 当然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写法 可以更好的 那 我 我现在这个翻译只是为了要 秀一下说 query它可以做到这种组合的概念在里面 所以 就以这边来讲 我可以分别查出 用同样的方形 查出四个国家 四个国家之后 再把它一一 再把这个四个国家 把它组合起来 变成 所以这个query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 就是 就是亚洲四小龙的query 好 这个时候 我最后再把这个 这个query的结果 再带到这边 再到query country city 我就可以查出 查出我要的结果 当然可以想象说 它背后组出来的西国指定 就会 超级不好看 对 好 那 同样的 其实还有其他的写法 一样是可以work的 不一定要像刚刚的方式 譬如说 我可以把 亚洲四小龙的这四个代码 先把它 先把它抖起来 先把它抖起来 就变成 这样子 抖起来之后呢 我在 在下 在下 在下这边 等一下 这边 嘿 就是刚刚把那个四个代码抖起来 抖起来之后 再下到这里 嘿 之后 之后 再 再把 把这个四个国家的query查出来 之后再带到 query country cities 那这个 这个产生出来的 等一下 我拍一下 这个产生出来的西国就非常短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就 已经符合我们平常写的西国的样子 所以就是说 当然这个就是 看看我们前面这个 查询的指令 怎么写 它帮我们 complete出来的结果 就会 差很多这样子 好 所以这边的概念 其实主要让大家体会到 query它可以透过 透过 比较 比较function的概念 去做到 我们想要做的一些 西国 平常写 写西国不好 不容易做到的部分 好 接下来简单讲一下它的 新增查询 跟 修改 那 就是有相对应的 方法 API 好 这个都很简单 我就 带过去就好了 好 接着就是 但是 当我们 这边就是 批次的处理 批次的处理 其实它这边 也是利用 刚刚说的 leave query的方式 其实后面加了一个 for each 之后我们就是可以 新增多笔资料 就只是这样的概念而已 当然 你要删除 多笔资料也一样 把这个key 传进来 把key 传进来之后 你就 for each之后 你就可以把这个 就可以去呼叫 delete 对 这就是 queer的 寫法 接下来是 translation的部分 基本上只要是 從 jdbc context 继承下来的 都会支援 translation的部分 寫法也很简单 其实就只是 把 run 外面再 再把它包起来 就只是这样子 translation 好 那这边 稍微提一下 这边 它的connection 其实 是 以 所有的 为单位 对 所以在 同样的 同样 的 translation 里面 就是 会在同一个 所谓里面 好 接下来是 刚刚说的 都是 在complete time 那什么情况之下 需要 动态 会 有动态查询的部分 第一个情况 就是说 当我们在写 当我们在写 quotation的时候 如果我们 明确地指出 它的type的话 quil 会直接把它翻译成 Dynamic Query 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 quil 他在 complete time 他发现 他没有办法转换的时候 这个时候 他也会 他也会用 Dynamic Query的方式 去做处理 第二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 就是 我们在写 code的时候 直接呼叫他的 Dynamic Query API Dynamic Query API 就只是 差别 在这里 后面的写牌 都一样 这样子的话 就是 不会再 complete time去 去捐 捐那个C Query 看一下 谢谢 好 接下来就是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 就是 当我们在用这类tool的时候 不太可能 完全全 都不用写C Query 所以 quil也一样 所以 我们需要的时候 这个时候 就是用这个 叫做 Infix的指令 我这边直接做范例 我这边直接做范例 好 我这个范例其实就是在 在做有关 当你 当你希望 完完全全 这个C Query 从头到尾都是自己写的时候 大概的写法 就会长这样子 就是你的那个字串 前面加上Infix的指令 然后把你的C Query 放进来 当然你可能是要带 你要带参数的嘛 所以就用这样子的方式 把参数带进来 之后呢 重点来了 重点就是最后 你希望这个 这个查询的结果 要转换成什么样的Type 好 这个Type也要定义进来 这样子的话 它会自动的去 因为我这边是带型号嘛 所以它会直接去用 就是资料库那边的 的那个FearName 跟这边City里面的那个Name 去做对应 对 如果对到的话 就可以跑了 那如果没办法对到 当然就会有错误 就有错误 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就是在Demo 示范就是说 刚刚就是一个Case Class跟 西果之间的对应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 我也可以自己再定义 定义一个新的Case Class 当我把我需要的欄位定义好就好了 所以譬如说 我这个查询我只需要ID跟Name 所以我这边其实 我在写西果的时候 我就可以只把这两个欄位写进来 之后再转换成CDName 这样也可以 好 那再来一个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 用转换成Skala的Tuple 那 我们都知道 在Skala的Tuple 它的属性是用 是用底线1,2,3,4 这样下去的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写Query的时候 就要注意 所以 因为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有Qui 要帮我们自己去对应 所以我在这边 我就把它需要转换成 它的Color name 要配合 后面的Tuple 在转换型别的时候的需要 对 好 好 刚刚示范的就是说 如果你要写的是一个完整的西果 那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说 当我们 我们要 当我们希望用 让Qui 去帮我们建立西果的时候 但是里面 我们可能会呼叫到一些 特别的方法 的话 但是Qui 他又没有资源 这个时候怎么办 好 这边示范一个 示范一个例子 像这段查询 这段查询 大家看到其实是很正常的一个查询 但是我 我希望后面加上一个 for update 这样子指令 但是Qui 并没有提供 所以 所以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写法 就是用Skyl 的 implicit class的写法 我们新增了一个方法 叫做 for update 那我这边就直接把 大家可以看到 这边 这class 它有一个 query的参数 这个query的参数 其实就是 就是combine的它 它在combine到这里的时候 它会去 自动去配 配对class 是可以符合这个type的 这个type的 这个方法 的话 就是前面 前面产生出来的物件 就会 直接被参数带进来 直接被当作参数带进来 带进来之后 我 这个q 我就可以带进来 好 那当然带进来之后 之后就是 之后就是query的事情 query就会 全部把西瓜全部展开来 最后再转换成 我们其用的type 这个就是说 当我们要 那个 嗯 要做比较 复杂的组合的时候 好 那还有一个就是 情况就是 像 像这一段 这一段 这一段的 这一段的范例 其实就是在demo 说 当我的 在我的那个 在我的 在我的slate里面 如果我需要 呼叫 这个资料库 有提供的方法 的那个 的那个 function的时候 我要怎么做 好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就是 刚刚说的compact time的时候 它print出来的西瓜 所以我们这边就可以 这边就是 刚刚说 说 那个最后可以提供的效果 就是我们可以呼叫 我们想要自定义的 的 的 西瓜的 的 function 对这边就是 有 upper 跟 position 这两个 这两个 function 好 好 那再来 这两个也一样 这个 好 这个部分可能 我就先 带过去了 好 所以 所以 当我们需要写西瓜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看你是要写一个完整的西瓜 还是要写部分的西瓜 就是 都可以用这个来处理 好 那我的部分 那我的部分 其实情况也有一点小复杂 但是我 我简单讲一下 那 当我们在 我们都知道在create table的时候 我们可以下 我们在 在create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定义每一个column 它是要 是不是 Nu 所以如果我们要 非Nu 的话 我们后面都会下Nu 所以说 像这个栏位 它没有下Nu 的话 就代表说 这个栏位有可能是Nu 有可能是Nu 好 那对应到 scala的cast class的话 我们可能就会用这种方式 宣告 option的方式 去宣告 好 这样子会有对应 好 所以在 在我们在写 查询的时候 可能我们就要 我们就要注意到 这个栏位的type 这个栏位的type 可能 就会跟其他的 Nu的形态不太一样 它会是option的type 所以我们 我们这边就可以下 就可以去判断说 是不是 is defined 就是 最后就转换成说 我们要查询的是 Nu的值 就被过滤出来了 好 那这个地方 其实是用在 fiat 这边 好 那接下来 那我的情况 其实还有可能在 slate的部分 就是在 发生在 map 这边 所以这边 如果我们下的是 像这样子的话 就 它会 它帮我转成细过指定 就会变成这样子 好 这边 好 另外一个就是 query的probing queryprobing 它是帮助我们 验证 在卡班达验证 希果是否正确 那 要在 default情况之下 这个功能是 没有被打开的 对 那如果要 如果要用这个功能的话 会有 要做到 几个情况 一个 一个情况你要先用这个trick 这个scalive trade 先把 这个trick 加到你的 你自己宣告的 你自己宣告的context里面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一个context 你要在另外一个独立的project 被build好 之后再加到你 现在正在开发的project 所以 有一点小麻烦 第三个就是在 SBT Conversion 要做一些设定 时间好像超过了 我就 没有 我就不带大家看扣了 好 好 最后就是 那个 Qua当然它 其实 我相信任何的library 多多少少都一定会有一些坑 以我自己总结一些 自己的经验 第一个就是 因为它如果说你的library 你开发的西谷很多 你又都是comvite time的时候 它一定会变慢 comvite time一定会变慢 所以说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看看怎么办法解决 因为现在很多时候 我们在开发 开发的时候 我们不太可能 always都整个project去build 所以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去避免的 所以会有一些方式可以让我们comvite time的时间 稍微 稍微不会说 慢到不能接受 这样子 第二个就是它 因为 因为Qua它是在comvite time做了一些事情 所以这个 这个情况导致我们没有办法用genetic的方法去写 我们的 我们要的方式 对 当然这个 如果要做的话 目前知道的解法可能 也要用SkalaMaker的方式去处理 但是通常我们 我们开发应用系统 我们不会这么做 再一个就是 刚刚的queryproping 这个功能 我自己用的经验就是 如果我们在ide里面用的时候 它不断的去跟资料库 去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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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个久了之后 它就会tomany decline这样 这个时候我就要把ide关掉这样 所以这个功能 我自己觉得也没有那么实用 可能在 可能在CICD的时候 可以把它打开来 对 但是在ide开发的时候 可能没那么适合 那最后就是 在comvite time error的时候 会有一些情况 跳出来讯息 刚开始就是真的看不懂 他在干嘛 这样子 对 就是这几个我自己 遇到的一些 小小的经验 这样跟大家分享 好 今天报告到这里 谢谢大家 看看 有没有什么 要QA的部分 请问有人有问题吗 都没有 那楼上有下午茶 那我们今天就掌声 谢谢邓哨之带的分享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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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